好,我们现在两手合杂 两手用力在地 那么我们佛妻 一起接我们每次拜佛 都要做理上的观想 观想这个 艳心信念的四自觉 但是在深浅不同 有事有理 理能有分 这个事项上观察的理 理体上中的理 我们现在先观察四项这里 那么也就是 我们 为什么我们要全身极乐 那么是说佛世界的 轮回之苦 还不够 还要了解到 我们观察 这个 说佛世界的苦 我们用我们自身修行的力量 累劫勋修 方才有出 生活苦的课 更别提呢 还要行菩萨道 但是呢 求生极乐 面见余陀 那么所见所证 所无声法人 所得的是菩萨火灰 那么能够成就的是六度万克 而解脱的是大神解脱 哇 这样子的意义 就不同一些大法 当然我们还是 今天有跟我们法师们在武哉所提过 我们 众生的法人还是各个差别 赞叹至终 但不棒踏中 刚刚我们提到这样 这是古来通判 他的解脱意义是荡胜成就 他完成的是六度万克的准备 这个 既不同于生文小乘 更是超越一般的大乘 而且能够以今生是凡夫位 而得此利益 那各位就要了解 能够修这个禁谷法门 古人说是 捷径中的捷径 所以叫静中静幼静 如是观想 他的法的利益 那么我们就要来兼顾 我们今天的心 那就是燕灵少佛发菩提心 那么呢 身心信愿 心求极乐 那么苦 我们上网有跟他谈过 生命如为苦 业障 暴障 烦恼障 三障逼迫之苦 我们一一来简单看一下 业障 所造之业 反须 反须我等 诸事不顺 那么呢 善怨难成 善行难就 那么 种种的夜习呢 夜老习气 一直让我们往这个 我值深中的方向去 这是夜障 那暴障呢 暴障呢 暴在这个地球上面的环境 从外在 地球暖化 奇幽变迁 到众生的建拙 烦恼拙 众生 这种 恶意相向的 这种 斗争 这都是众生拙 五拙恶死 逆五拙 我们的 生活 看起来是富裕 但是都在这种种污染当中 那 以上这五拙 这是所抱的地方 简单 我们观察一下 我这样讲大家要观察 带大家观察 不是说都要依着我讲 就是我代替我这样观察 要拜佛之前这样观察 再来叶章报道 烦恼章 烦恼章的无因赤胜 啊 贪爱难舍名利 情感 眷属 地位 乃至于修行 这些顺不顺 这些顺不顺 人际之间的 柔不柔和等等 这些都是 烦恼章 身体健康不健康 听不听话 这就造成烦恼 那就是出家人啊 有理想的 住职三宝啊 弘化三宝啊 顺不顺利 这也是 业障 暴障 烦恼 种种的障碍 使得我们呢 这个 修行啊 自利利他 都难以成就 这样子来观察 那么对念了 极乐世界的清净暗恶 以及 往生极乐世界 献见弥陀 悟无生法人 回入苏佛的时候呢 那么是 三明六通 都能够自在 能够利益的是 顺这个菩提心愿 到极乐世界 是二生与女人不生啊 二生人不生 二生都不相信 有阿弥陀佛嘛 女人是生在那里 不会是化身成女人 乃至于 二生人愿意相信极乐世界 OK 但到了极乐世界 不会再是二生 也就是所谓的 唯一一佛乘 无二一无三 唯有一佛乘 所以我们回入苏佛 是实践什么 菩提心愿 成就佛果 这样子观察 我们今天呢 就是要求生极乐了 这么好的姻缘 这么好的法 那么就以信愿做为导引 信阿弥陀佛本愿不询 信我等村民决定被接引 信此一法门 释迦佛所说呢 是真实不询 应该是这个之前 释迦佛所说法 真实不询 说什么呢 说弥陀佛的本愿功德 接引众生 不可思议 接着 他不可思议 设处于我 我呢 决定称念弥陀 又被接引自己 这样子是信 信释迦佛 信彥陀本愿 信我们自己 能被接引 这样子三个根本性建立 因此我在这三个根本性的基础 我发愿临终正愿献前 临终正愿献前 当然希望是预知时自身无病口是最好 若不能这么圆满 那我也一定要正愿献前 心不动摇 坚定往生 为求比坚定往生之愿能够 于当身成就故 所以啊 我等今日共聚一堂 成念佛名 礼拜 尊佛 彌陀佛 万元放下 信愿提起 六根督色 信愿相继 念 天 拜 那 不论 似乎 同胞 有点 有点 有点